中国和巴西同为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 互为全面战略伙伴 建交近半个世纪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换 中巴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 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成为发展中大国团结合作 携手发展的典范 相信如拉总统此法将从元首层面 引领开辟新时代中巴关系新未来 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再上新台阶 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做出新的贡献 据巴西新闻网站报道 巴西总统卢拉将率领一个由27名众议员 12名参议员 州长和部长 以及超过200名来自140余个行业的商界人士 组成的超大代表团访问中国 随行人员中包括基础设施 银行 农业综合企业 食品 服装和鞋类 电信 以及数字创新等多个领域的代表 按计划 代表团的议程中包含近20个主题 其中地球资源卫星 5G通信及半导体是其关注的重点 巴西圣保罗周报17号称 巴西商界正在争夺代表团中的席位 巴西副总统兼发展 工业 贸易和服务部长阿尔克明表示 很难说哪些部门不重要 从农业综合企业到采矿业 再到航空 工业 技术和民用建筑 许多部门都希望能参与访华 阿尔克明称 希望访华的企业家超额了 据了解 中国自2009年以来 一直是巴西最大贸易伙伴 据中国海关统计 2022年 中巴双边贸易额为1714.9亿美元 其中中方出口额619.7亿美元 而卢拉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 两次领导这个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 他将外交作为优先事项 令巴西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广泛尊重 熊